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8日 阿特兰大敬后托连奴 周四凌晨 一甲赛事风云再起 其中阿特兰大将与托连奴短兵相接 后者近期表现让人惊喜 多次破合一甲豪门球队 此番及时刻战阿特兰大 托连奴亦有望全身而退 进入2022年后 阿特兰大状态持续下滑 曾经遭遇连续五轮不胜的尴尬 而且他们近期又吞下一波三连败 一甲和欧洲联赛双线均遭到打击 其中欧洲联赛办准决赛中 他们两回合不敌德甲球队 艾尔北来比锡出局 想要参加下届欧关联 只有争夺联赛前四者华山一条路 然而欧战后阿特兰大还是在主场布迪维罗纳 争似前景基本上破灭 虽然阿特兰大上仗在排名倒数的威尼斯身上重返胜轨 可惜多少有点为时已晚的味道 上季头号的分手路尔斯 梅利尔本赛季贡献大打折扣 好在杜云 沙百达和马里奥 薄沙利军有亮眼发挥 但球队进攻火力较上 上季仍然有明显退步 尤其是目前阿特兰大已经连续三场联赛主场不胜 此番面对近况不错的托连奴来袭 阿特兰大能保住一分已算幸运 阵容方面 后卫基斯比 比薛拿和中场路斯兰 马连路夫斯基等人商缺 经历连续二个赛季精闲饱组后 托连奴本赛季终于可以卸下这份压力 目前排名中游的他们较上既有了明显进步 尽管托连奴进入一月下旬后曾经连续多轮不胜 不过球队还是在面对强敌时全力抢分 多次对雷顶级球队识破 和对手就连拉速 阻连甚至米兰双雄都无法在托连奴身上全取三分 托连奴强劲的防守能力让这只过往需要保足的球队脱颖而出 联赛至今他们军场失球数不足一个 甚至能媲美一甲前四球队 正是这种稳健的防守带给托连奴足够底气挑战 但所有一甲净旅此番即使出征挑战阿特兰大 在后者攻击力下滑明显的情况下 托连奴抢下一分并不困难 阵容方面后卫阿曼杜 伊素中场穆罕默德 法尼斯和钱锋安卒亚比洛迪等人因伤眷情